美国司法部长巴尔4月18号在公布特别检察官调查报告的时候表示 调查证实俄罗斯政府参与了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 但是没有发现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 穆勒检察官5月29号星期三在司法部宣读他自己对于这份调查报告的声明 特朗普总统也随后做出了反应 有关详细情况 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逸在白宫来介绍耀逸 我们知道这个穆勒检察官是在星期三的上午11点 在司法部针对他之前发表报告发表的一个声明 在声明当中他说这个报告当中是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针对特朗普这个竞选阵营 是否有对这个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行动有所勾结 我们先看一下穆勒检察官今天的说法 报告的第一部分详细描述俄罗斯发动影响选举的多次努力 该部分包括了讨论特朗普竞选阵营对该行动的回应 也包括我们做出结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起诉更广泛的预谋 在今天早上就告诉记者们说 其实白宫在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穆勒要在司法部 召开记者会来宣读声明了 那么在穆勒的声明结束之后呢 特朗普总统马上就在推特上发表他的看法 他在推特上这样说的 他说呢 穆勒报告没有任何变动 没有足够证据 所以在我们国家 这代表一个人是清白的 已经结案 谢谢 那么之后呢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随后发出了声明 来回应穆勒检察官的声明 他说呢 特别检察主已经完全完成调查 关闭小组并且结案了 穆勒先生明确的表示 除了报告本身之外 他没有要补充的 所以并没有计划要到国会作证 报告很明确 没有勾结 没有预谋 而司法部确认并无干预司法 穆勒特别检察官同时说 司法部长巴尔 是以有诚意的方式来处理他的报告 在两年之后 特别检察官将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其他人也应该如此 那么这个桑德斯的声明呢 也就是因为穆勒检察官 在这个宣读声明之前就表示了 只是他最后 他要退出这个 从司法部辞职 那么呢 回到退休的生活 来做他的自己的事情 那么穆勒检察官 在司法部宣读声明的时候呢 也讲了 其实除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勾结 俄罗斯之外呢 报告的第二个部分 是针对特朗普总统本人 是否干预司法 那么对此呢 穆勒检察官是这样说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如我们报告当中所陈述 在经过调查之后 如果我们有信心 总统很清楚地并没有犯罪 我们就会那样说 然而我们并没有针对 总统是否犯罪做出结论 报告的第二部分的序言 已解释了这个决定 报告解释了依据长久以来的行政做法 现任总统无法被以联邦罪名起诉 那是违宪的 纵使不公开 并且不让大众知道的起诉 也是被禁止的 特别检察组是司法部的一部分 所以依照规定 受到这个行政做法限制 因此以罪名来起诉总统 并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选项 是的 那么穆勒检察官就在这刚才声明当中就说了 他说了因为受到宪法 跟一些行政做法的限制 他们的这个特别检察组 没有办法做起诉总统的动作 那么他特别在之后又讲了说 他说由于宪法规定 只有司法体系之外的程序 才能够正式的控诉现任总统做错事 那么所以今天 白东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下午的时候 在白宫西乡外面 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被问到说 是否穆勒检察官的说法代表 只有国会才能够来确定 特朗普总统有没有干预司法 而特朗普总统之后也说自己是完全无罪了 完全脱罪 不过目的检察官在声明当中却没有这样说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今天下午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看一下萨拉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当然那个程序只有国会才能做 但并不需要 因为已经完成了 他们花了两年 询问了500人 他们检阅了超过100万页的文件 发出超过50张船票 并且做出决定并没有勾结 是的 那至于呢 如果之后国会决定对特朗普总统做出弹劾案的话 是否白宫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此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表示说 白宫方面对于弹劾随时都做好准备 林森 好 谢谢耀义 这是美国人民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领先报道